中京儀 獨自去偷歡 我借著你監管 我們不可以劇透 Movie 6 識電影 我是黃丹寧 我是廖子瑜 我在戲中飾演曾傑儀 她是一個模特兒 又是一個媽媽 因為牽涉一宗若兒案 所以請了林涼水方家君和太子來幫我 我在戲中飾演的角色 就叫做中年華 雖然說我是中太太 但其實我本性中的 可以說是香港公主 名媛 她不會想為何跟其他人不同 又或者怎樣跟其他人不同 因為她知道她跟別人就是不同 上一次是姊妹情 這次是一個敵對的關係 所以某程度上是很不同的 我覺得這樣反而更有挑戰性 真的好像投胎又來多次了 因為經常我們說江湖再見 江湖再見 你轉個圈 對 你未必會在下一套 或者甚至更下一套再見 可能一來就是要等十幾十年 但我們很快地又可以再次合作 而且之前結納回來的友情 或者默契都還在 我覺得身為演員 其實你有一個角色 令人記得是很好很開心的事 不是一朝一夕 就可以改變到觀眾對你的看法 這些事真的要由一步一步的作品 和你所做的事 去讓觀眾去記得你是一個怎樣的人 之後繼續會由讀士大象開始 又會繼續看到不同的黃丹妮 這個階段的我去飾演這個角色 我覺得是一個挺適合的時候 因為這個角色的難度的挑戰 是在他的價值觀 中年華和我真人真的有一個 都挺大的一個差距 無論可能舉止相 加失剛才所說的那些所有的事情 都是要我去重新去揣摩 或者是摸索的 但這個就真的非常之好玩 他不是那種會 他不是風雄搞笑的 不是不是那種 但是他會是那種 少少這樣 幽默或者一兩句已經是很好笑的 也很溫暖的 甚至乎拍戲的時候 有些鏡頭不需要拍到他 但是可能是我們 是他要說對白的 只說是會親身 其實那裡還要是給足氣 交足感情 是令到你真的投入 是可以讓他引到那個能力 你感覺到吸光 然後你又再給 令到某程度上 我覺得是幫到我們更加入戲 自己就一定覺得是我們機樓室 沒有對白的 但是是那個氣場 是那種能量值的對峙 是一個很好玩的過程 沒有對白的情況之下 我們兩個人有一個很鮮明的衣著打扮的不同 大家神態的不同 我完全是精神逆逆 神采飛揚的進來 以一個示威的狀態 而他其實是一個精神退美 街下籌的衣著 所有事情 但其實他要撐著 不想輸 所以那場我總之 看到你一直都想撲過那張桌 然後捏死他 其實是一抽的對白 很多時候是他一直在說 是別人說的 人是應該怎樣 對呀 我覺得那些 你自己有 那些道理 我很少在說道理 中驚義 沒有 我們不能激透 特別是吳良水 講的一抽的道理 在某一場最重要的場面 那一抽的對我來說就是這句 所以大家一定要入場看 究竟是甚麼呢 是甚麼呢 獨舌大狀祝大家獨領豐收 獨善其身 Single的朋友可以 無獨有偶 獨自去偷歡 我們絕對監管